粉丝提问,为什么防具要设置耐久度? 在传统设计游戏中,防弹衣头盔都是无限耐久的 那么为什么吃鸡会设置耐久度呢? 原因有三个 一,还原现实 吃鸡在很多方面都是还原的现实 虽然和平精英改掉了很多现实的设定 但它的背景还是反恐演习 既然是模拟的现实 那有些设定肯定要设置的和现实一样 最突出的就是防具这一点 在现实哪有防弹衣被打到不坏的 所以吃鸡是为了致敬现实 二,吃鸡防具分等级 如果吃鸡的防具和其他游戏一样 只有一种等级的 那有没有耐久也无所谓 反正大家的防御效果都是一样的 用一样的枪该三枪挂就是三枪挂 可是吃鸡有三种等级的防具 如果人家运气好,减到三级投合甲 你是二级的投合甲 如果都是无限耐久,你觉得公平吗? 所以设置耐久可以让高等级的防具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三,削弱高手大神 高手和大神在游戏中是非常强的 能够一个人打好多个 如果这时候防具是无限耐久 那他们就会一直这么强 可是如果防具有耐久 那他再厉害 只要把他的防具打坏了 他的防御能力也会瞬间下降 这样普通玩家就能有获胜的可能了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